哈喽未来的富豪们大家好 欢迎来观看小强的魔玩视频 最近到手的几个新片 有点偷懒一直没有拍 有MIC的普名玉夫座 各种颜色的山羊座 JT的幼狮座 CS的尾射手黄金圣衣 以及这款刚到手的MIC猎犬座 想看哪个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强 一定会抽时间逐个分享给大家 今天刚好有空 猎犬座也刚好到手 那么就先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在剧情中跟剧经 蜥蜴齐名的沙滩三人组 MIC有怎样的原创表现吧 如果喜欢视频内容 还请点赞支持一下 感谢每一个热爱玩具的你们 说起猎犬座也很有意思 简单跟大家一起回应一下 他的设定 虽然出场为三人寿命 解决吴小强 但由于西域座怒送一血 还有他看似bug般的毒心能力 并没有完美应用 导致自己被魔灵击溃后 还顺便解锁行驶的逆临暴走 送走了自己的好搭档 白金座摩萨 虽然漫画和动画貌似都没死 但是这种不俗的特殊能力 搭配极差的战斗参数 成为了其中一个 水到无法再次登场的角色 直至今日 甚至百万幽灵船 在小强的记忆中 都不是特别深刻 本次魔术帖的猎犬座 还是采用这种棕色多拉盒 外报没啥可看的 直接来开箱吧 可以看到内容有一个素体 一袋发雕 一袋面雕 一袋手型 还有一袋声音零件 其他都在细数包装当中了 本层的素体 看形态是 魔术帖白银通用的 EX比例素体 整体为黄色紧纯衣 腹部这个位置 有明显的衣服褶皱效果 在一些位置 还有比较明显的水口毛刺 没有修正干净 独穿防尾的动动间 这次因为猎犬座的 上衣设计终于有用物之地了 其他位置也没有什么问题 直接来看一下紧实度 首先是大臂连接位置 这也太紧了 基本很难转动啊 大臂的平转呢 也非常紧啊 可以听到这个声响 手臂弯曲呢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胸部基本没有什么上拉关节 前后的幅度就是这样 手感上还是比较松的 腰部旋转呢 也很紧 这个声音听得是真难受 大腿跨部的活动是非常紧实的 无论是平台还是前踢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本次膝盖有一边 会有点松动 安装上提脚之后 布局的情况会更加明显 等次提脚部分左右 与素体连接位置的转动呢 还是比较舒服的 前后可动的硬度呢 也比较适中 脚尖没有什么问题 整体就是这样了 本次面调总共有四副 严肃脸 呐喊脸 闭眼脸 微笑脸 整体的肤色呢 还是比较白皙的 神韵还不错 有那种尖诈小人物的感觉 眉毛立体上调 但是在呐喊脸 嘴巴内部的上漆上 不是特别清晰 在嘴部的轮廓 也没有阴影效果 显得不够立体 还有微笑脸的嘴部唇线 有点过深 显得整体看起来 会有点突兀的感觉 不过是否喜欢 还看大家自己的感觉了 发掉的部分 本次只有戴惯发 并没有免惯效果 情商高的说法 是因为动漫中 没有过免惯造型 所以厂商没有办法参考还原 情商低的说法 应该就是跟穿身一样 偷懒敷衍没有做 整体的发履还挺大的 颜色为墨绿色 发履还是比较清晰的 整体也比较干净 没有看到什么毛刺和飞边水口 其他也没有什么可介绍的 手型简单看一下 还是老四样 普通握拳手 五指全盖手 抓来手 这个我取名叫拿捏手 嘿嘿 应该是跟御夫座 那个抓飞盘一样的手型 不得不说偷懒这方面 魔术贴是有祖师及心得的 这几个万能手型 翻来覆蓄的用 细节方面上期的分件还是比较干净的 但是粗手指和乌指甲 这两个历史问题 在这款产品上还是存在的 简单看看了解一下就带过了 生衣零件都在这边了 这款猎犬座的整体生衣分件 因为设定的原因并不多 塑料件的部分有头盔 小肩甲 腰带扣 手甲 其他都为金属零件 但因为没有大V甲 大腿甲 所以覆盖度和重量 也没有特别厚实 金属件的整体颜色偏灰白 显得不够亮 胸甲和肩甲都有骚粉色的描边 整体漆面为磨砂质感 比较平滑 虽然在小肩甲的位置 感觉红膜线的处理 并不是特别平整 细看起来整洁度一般 棱角位置比较公正 生衣上的花纹位置和上下凹陷位置 并没有出现胡边的情况 但是本次并没有像西一座那款一样 赠送披风 还是有些遗憾呢 好的简单看完 直接来开始人形拼装 再来看一下拼装过程 有哪些问题 可以分享给大家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拼装后可以看到 整体身形比例还是挺好的 小肩甲相对于动漫效果 感觉更加粗壮了 但同时也会显得 上半部分有些空旷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生衣的小肩甲一侧 在后面有一个上肌凝块 呈现三角形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啊 另外除了基础的配色 小肩本次还入手了 动漫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名色 和另外一个原创配色 整体像是3D版黄金12宫中 猎选座的生衣配色 这里它的条纹呈现淡紫色 但是动漫中的秋衣 仍然是灿金色 应该是一种原创配色了 名色也单纯是为了凑数买的 三款的拼装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零件也不多 群加也不大 很轻松 对于很多想要尝试的新手朋友 也比较友好 对于本次这款MST的猎选座 亚迪利安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在速度即是王道的圣斗士设定中 亚迪利安两马赫的百万幽灵拳 虽然对比当时的吴小强 高出一倍以上 但是在白银战斗士中 却还是垫底的存在 无法读取抑制兼命者的独心bug 因有幸对战魔灵 而成为自己活命至今的上上千 但事实证明 败军之将不足言有 亚迪利安无论在实力还是中心 都已成为领导用人下的不选项 无荣耀之心的随时可摇摆 奠定了他在后续篇章中 为死如死的陆路无恩 这也许就是现实中一些 急于尚未却毫无底线罪责之人的真实写照吧 多方向的尝试性摇尾是好 哪有好处向哪倒 我也正是自己实力弱小 难堪大任的缩影 好的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小强的视频 请多支持转转赞 我们下期 接着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